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晚上好 我是白白超人 那今天是11月25號禮拜三 今天晚上的話就迎來這個青龍伺服器跟霸王伺服器合併後的第一場這個國戰 那和服之後我發現這個 不管是競標場或者是這個擺攤都變得非常熱鬧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這個競標場原本如果說是在下午5點多這個時段的話這個 看競標場的眼睛數量大概就是二三十雙而已 那現在的話就有84雙眼睛了 那我記得昨天晚上好像差不多八點出頭的時候就開始大量的東西在上架 那原本的話 只有青龍伺的時候大概九點多快十點的時候 才慢慢的 好慢慢的有一些東西上去那昨天晚上話真的是很熱鬧到 半夜好像 一點鐘吧還是很多東西 還是很多東西 OK那晚上國戰的話我覺得我們 可以先來看一下就是這些 這些排行榜有沒有哪些高手那我們就不看等級榜 因為等級榜的話其實不代表什麼像我的話 排在第二屬名但是我很弱啊所以看什麼最準 看這個戰場版好那我們就看一下前二十名看有哪些 是我們不熟悉的ID是霸王伺服器來的朋友 OK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赤壁之戰喔 第一名的話是麥魂看一下裝備有沒有開沒有 再來是冠用建材 也沒有 再來是檳榔西斯啊 我昨天跟雷洛打的這個第一軍師檳榔西斯 他108塔 好那 我很厲害呢 看一下他裝備沒有開放喔 他玩四個月就87等其實算是速度非常的快 再來是哪一灰刀 不是 刀一灰奶造飛 刀一灰奶造飛 看一下 這個也沒看過的ID 等級78等 然後討敵100 很厲害 比我低了將近10等 結果人桃數有100 代表說他操控技術非常的好 OK再來是敬業不准跑 這個也是沒看過ID 這個估計也是霸王伺服器來的朋友 75等 那他的 操控技術也不錯 93塔 93塔 再來是哪一環 這個是青龍伺服器的朋友 大樹不要跑 這個估計也是霸王伺服器來的 77等 93塔 這個操控技術都非常了得 再來是戳碼頭 戳碼頭的話 他也是我們青龍伺服大科長 青龍伺服大科長 那就叫楓爺 他有開放裝備給各位朋友看來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偷偷看一下 血量化2萬 然後怒氣化12格 防御率389 那智力化316加513 這個智力加非常高 看一下他的裝備 加13智力爭霸子罐 智力加20真的是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衝得好高 加13是 抗刺爭霸子跑 抗刺的話衝到18%也是非常的高 那這個是6 6強戰的這個徽章 這個加能力超多的 睡仿加12% 這個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6 6強的這個徽章 睡仿加9% 看武器好了 武器 加13智力懸天破壞杖 智力加14 然後49% 看內衣 射仿13% 看手套 幾乎每一件都給他衝到頂 每一件都是13 不13的話會覺得很難優 我在想 OK 看一下他的豬好了 看一下他的豬 體魄加21 這個血量 加蠻多的 那 他的跑速比較慢一點 但是慢一點也沒關係 反正 慢一點的話 別人追到他也是被他打趴 不是 他被人打趴 那這個是加12 看火爭霸子血 這個可能 改天他會再把 衝到架子山吧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感謝這個那就叫風也開放給我們各位朋友看 天然呆 天然呆的話 青龍伺服器的 日式御財源 青龍伺服器的 蘇勒劇情 青龍伺服器的 三國光明 青龍伺服器的 地雷 地雷的話 估計就是來自霸王伺服器的 因為這個愛迪我也沒看過 愛迪沒看過 然後他攻擊力其實蠻高的 78點攻擊 我到556 拿攻啊 拿攻的話攻擊到556真的是特高 真的好強喔 對啊這個這個的很厲害 來 繼續往下看 再來的話是這個 母羊寶寶 這個應該是青龍伺的吧 再是鐵仔 等一下 母羊寶寶應該是霸王伺的喔 這個愛迪我好像沒看過 78等 然後吞諸葛亮武魂 通常78等的玩家 青龍伺服器玩家不太會吞武魂 這個應該是來自霸王伺服器 再來是鐵仔 內褲 當口罩 色字呼吸 色字呼吸 看一下好了 鐵仔跟內褲當主要說我們青龍是不是這朋友看一下色字呼吸啊這個是新的ID 看一下他的頭像好了 不能看喔不能看他穿的這個 漢服 穿的漢服 好 我們可以看到啊其實他 他的這個數值還算不錯齁 他等級有85等 算是練得很快 然後防御率有393攻擊到468 他拿攻的話 防御率好393的話其實算特高喔 快400了齁 那看一下他的攻好了 加14反應胡越攻啊 這把攻的話 算是蠻蠻好的齁 價格應該有快1萬斤 看一下他的頭盔 加13的 這個勒 也加13的 這個 這個是 這個網才會掉的專屬復服 所以他 應該也算是原本在霸王伺服器的大課長 色字呼吸 每件裝備幾乎要嘛 加12要嘛加13 等一下等一下他剛剛有一匹馬紅色看一下 體魄紫晶赤兔馬這個是紅色的這個應該是之前活動試出來的齁 那他會把他飆到代表說他非常 非常的有實力啊 色字呼吸這個記住了以後如果果戰遇到的話要要逃 再來是以天招狠 我們青龍斧的打不開 OK 大概是這樣子吧這個是 這個赤壁戰場 關注之戰給他掃一下好了 第一名的話是雷洛 關注之戰的話我記得是要打王的 但是他都沒有打王 討敵傷害是0 主要都是要打人 252塔 OK 他第一名這個應該沒有意外 這個 這個什麼 寶貝的話我昨天有遇到 他應該是霸王府的 這個ID沒看過 那 能夠在霸王府練到 帶巨神兵的人 真的是 很不簡單 我昨天看到他是帶這個巨像 所以印象很深刻 因為沒看過ID 再加上帶巨像 OK 所以他也要注意一下 也要注意一下 再來是萊伊法這個是我們青龍府的 再來是檳榔西斯 檳榔西斯又出現了 檳榔西斯哪個國家 看不出來 無國的 123塔 也是很厲害 藍英皇 青龍府 那就叫楓爺 麥問 戳碼頭 小布偉 小布偉是什麼 小布偉這個應該就是來自霸王府的 這個ID我是第一次看到 防禦358 好防禦358 他是個軍師 77等 然後昨天 明示也蠻前面的 關注之戰 再來是生物 消化池 這個昨天 在打戰場的時候把我討蠻多次的 84等的一個軍師 這個應該也是猛猛的 其實 你看他昨天73塔 我應該就貢獻56塔給他 再來是阿公 電傑哥 76等 這個應該也是來自霸王伺服器的朋友 73塔 操控技術也非常了得 內褲 內褲擋口罩 其實把他在打不開 哪一灰 我每次都會唸出啊 到一灰 哪一灶飛啊 好這個就是霸王府的 鐵仔 你幫你用流禮大砲 千歲 千歲看一下 千歲的話估計也是來自霸王府的 大叔不要跑 霸王府的 那一年秋天 大概就這樣子吧 OK 看一下帝爺好了 帝爺的話55塔 看一下 這個很不簡單 78等防禦有到423 比我還高 然後攻擊的話到556 唉唷他還拿弓啊 天啊這個更厲害 這個更厲害喔 帝爺 這是什麼鬼啊 為什麼那麼強 他還有這個神戰徽章 天啊這個這個 加持是反應做難攻 這個厲害喔 很低調的一個大課長 霸王伺服器的朋友 OK 好 那 看完了之後啊 好我每天其實上線也沒什麼事做 我主要就是會先 掃蕩啊 先掃蕩 因為掃蕩是最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 類似抽獎一樣 好我們沒有錢抽福 但至少我們可以掃蕩 看看有沒有機會掃到好東西 掃蕩完之後我就要去做假設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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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一下 24%的頂%的這個真火 燭血扇啊 這個應該賣不掉 看一下還有什麼好東西 沒有好沒有 沒關係 80等副本 每天都可以刷 這個沒有沒有沒有好東西看錯了 再來 我每天都會給他從80等刷到40等 我本來還沒有80等的話就從75等給他刷到40等 沒東西 再來 也沒有好東西啊 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 好吧正常發揮 正常發揮要做家事的 各位朋友拜拜 晚上國戰見